大家好,我是肖尔,今天我们来逛一下浙江安吉的Hello Kitty乐园 前面是景区的大门,大门的上面就是这个巨大的摩天轮 这个摩天轮它有个特色,就是它有里面的这种滑轨的轿箱 里面的这层轿箱,它上面有一层滑轨 摩天轮转动之后,轿箱到了一定的位置就会从上面滑下来 沿着这个滑轨左右的晃动,也是比较的刺激的 走,我们进去一会儿去体验一下这个快乐的摩天轮 进来之后,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音乐喷钱 有很多的小朋友在这边玩水 这个景区的门票比较的贵啊 如果说你到现场买的话,要300多块钱一张票 虽然我在网上一通操作,也是花了200多块钱才买到了一张票 非常的大出血的一个景点 走,我们现在先去排这个摩天轮的队啊 这个摩天轮是建在一个大楼的上面,咱们爬到了楼顶 上面这个就是巨大的Hello Kitty摩天轮 摩天轮这个东西啊,它根据轿箱的位置可以分成大致的两类啊 一类叫做重力式摩天轮 就说它这个轿箱啊,是靠重力往下坠来保持平衡的 但是现在一些新型的摩天轮,它们叫做观景式摩天轮啊 就说这个轿箱,它是处在这个滚轮的外面的 然后通过另外的一个机械结构来让它保持平衡 这样子的话,它的视线就不会被滚轮给挡住啊,比较先进 走,咱们在这边排个队,一会儿坐上这个重力式摩天轮去感受一下 上车,这个就是会晃动的轿箱 坐下,系上安全带 我们现在开始往上升 一会儿应该就能够感觉到往下沿着导轨坠落的感觉了 非常的刺激 风吹得好凉快啊 开始往上升 手机要拿稳了 一边坐摩天轮,一边荡秋千 感觉还是,哇,这晃动的幅度还是有点大的 如果有小朋友跟我一个轿箱的话 估计这个轿箱里面就是充满了尖叫声了 现在摩天轮差不多把我们带到顶了 我们在顶部这边俯瞰一下整个园区的景色 Hello Kitty这只猫啊 它的人设是住在伦敦附近的一个郊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景区里面的各种建筑啊 不光是带有可爱风 而且是带有明显的英轮风啊 这种英国教堂尖塔式的建筑 这个下面中间喷泉旁边的这个紫禁点 它叫做风中花舞 就是一些花形状的车啊 游客可以坐在里面 然后绕着中间这边旋转 一会儿我们下了摩天轮之后 就去玩这个风中花舞 像前面的这个轿箱已经开始往下坠了 我的轿箱也要开始坠落了 大家看 还是很刺激的 有种要飞出去的感觉啊 Hello Kitty乐园 好景点啊 朋友们下了摩天轮之后 咱们继续去排前面的这个风中花舞啊 这边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音乐 经常有朋友在夏尔的视频下面给云我留言 说夏尔你是不是就只会去野鸡景点 为什么你去的景区里面一个其他的游客都看不到 夏尔也是会来这种比较大众化的 比较popular的景点的啊 大家看这边的游客非常的多 对不对 前面就是风中花舞的入口 我们过去排队 朋友们我们坐上这个风中花舞了 非常的烫屁股 这边有个黑的杆子 我们压一下杆子就能够往上升 再压一下杆子就能够往下降 绕着中间做圆周运动 很有意思 朋友们走咱们接着往前逛 前面有一些工作人员在这个路的旁边 设了一些这样子的栏杆啊 这个我估计可能是为一会儿的花车巡游进行准备 这边跟迪士尼乐园差不多 也是每天会有一场花车巡游 精灵森林 咱们进到这个森林里面去瞧一瞧 入口处有一只绿色的鲸鱼的尾巴 尾巴上是站着一只背着蝴蝶翅膀的Hello Kitty 咱们进到这个景区 这么老半天都没有跟大家正好八经的介绍这个形象本身 这个Hello Kitty的形象呢 它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它这个猫头是没有嘴巴的 大家看这个形象中间黄色的这一点 实际上是它的鼻子 所以说它是没有嘴巴的 因为没有嘴巴所以它就表达不出喜怒哀乐 所以呢 它的感情啊是给观众留下了很多的想象空间 如果说你觉得它是开心 那么你感受到的可能就是开心啊 你就说它是悲伤 那么你看到可能就觉得说它是悲伤哈 这个森林里面有一棵餐天巨木 巨木的旁边有一个像蘑菇一样的游乐设施 但是今天并没有开 这个蘑菇的后面有一个叫做远古石船的景点啊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海盗船 走我们过去排个队 在去排队的路上 这边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Hello Kitty这个形象的历史 这个形象呢它是起源于日本 1974年的时候 日本有一个哥们叫做石姓太郎 这哥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从事一些小商小贩的买卖 比方说倒卖一些拖鞋啊丝绸啊等等的小玩意儿 他脑袋比较灵光 他就发现如果说在这些小东西上面增加一些小设计 哎那些东西就会卖的非常的翘哈 于是他后来生意是做的不错 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三利欧 那么1974年的时候 这个三利欧公司是打算推出一款小钱包 然后他们公司的一个设计师叫做清水柚子 就给这个小钱包设计了一个形象 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Hello Kitty 一开始的时候石姓太郎其实对这个Hello Kitty的形象 并不是太满意啊 但是他还是让他上市了 没想到这个上市之后 Hello Kitty的这款钱包以及他的形象是一炮而红啊 火遍全球 一直到今天啊 这个三利欧公司都还是凭借着Hello Kitty这个形象 每年是躺着挣钱啊 收各种的版权的授权费啊 真的是盆满钵满 那石姓太郎虽然说他并不是这个形象的设计师 但他老板了 所以说他也是就得了一个名头 叫做Hello Kitty之父 这个远古石穿看起来还是有点刺激的 对 他又会上下的绕又会转圈 复合的运动啊 非常的爽 360度圆周运动 可以吗 动感的音乐再次响起 这个就是花车行游了 前面这边是花车行游的第一辆车 是他的主车啊 上面的这个就是主角 Hello Kitty 不过他一直冲着另外一次啊 哎 转过来了 大家看 一个只有鼻子 没有嘴巴的猫的形象啊 火遍全球 这个是一个车队啊 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车辆 载着一些其他的形象 HK Hello Kitty 不过HK给人的第一印象 应该是香港啊 香港 凯蒂猫小院 前面这个是Hello Kitty 它的归楼和归房 咱们进去瞧一瞧看看 Hello Kitty它的房间里面 都有些什么城市啊 在归房的前面有一个雕塑 上面这个是Hello Kitty 下面这个是Hello Kitty的一家子 正前方的是它的妈妈 叫做Mary White Kitty他们家的姓氏 是姓White 怀特 然后旁边这个蓝衣服的是 Hello Kitty它的爸爸 叫做George White 它的爸爸的旁边这个 是它的奶奶 叫做Margret White 然后再旁边是它的爷爷 叫做Ansoni White 凯蒂猫之家 走 咱们进去 进到Hello Kitty它的归楼 和归房去看一下 里面整体就是这种粉色 和白色的格调的色系 非常的少女风 这边的墙上还挂着一些画 这幅画 蓝色的衣服的这只猫 就是Kitty它的男朋友 Kitty它也不是单身过 它也是有男朋友的 它的名字叫做Daniel 这个应该就是Hello Kitty它的卧室 我们走进来的时候看一下 也是一个粉红和白色的橙色的房间 这边的墙上是挂着一幅画 左边的这个黄色的是Kitty 它的亲妹妹叫做Mimi Kitty和Mimi它们的区分 就是靠领结和衣服的颜色 Kitty它的颜色是粉色 然后它的亲妹妹Mimi的颜色是黄色 OK那Hello Kitty乐园这个景点 咱们就游好了 这个景区基本上就是各种的儿童娱乐设施 加上一个花车巡游 再加上Hello Kitty的硅房 说实话200块钱的门票 我觉得是有点贵的 最后10秒钟夏儿简单的掐个小饭 硬卖无线领夹麦 80米高清蓝牙传输距离 内置一键无线蓝牙拍照摄像功能 非常优秀的一款无线领夹麦 你值得拥有 在夏儿我的各个自媒体频道的橱窗里面 都能够以非常优惠的价格买到 我是夏儿 感谢各位的关注议师 下次再见 拜拜